您正在收看的是周一的旌旗之力 一起来看一下重要的新闻发布 首先 前一天晚上11点50分 将要发布的是受到密切关注的 日本第三季度GDP数据 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日本经济增长 但增长速度低于前一个季度0.5%的增幅 凌晨2点钟将要发布的是10月份中国工业生产 继前一个月6.39%增长率之后 9月份产量意外下降 同时还将发布的是10月份中国零售销售 9月份零售增长速度加快 为9个月以来的最强劲增长 凌晨4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9月份日本工业生产的最终估值 继之前一个月1.5%的增长之后 8月份的数据低于预期 8点15分将要发布的是 10月份瑞士生产者价格指数 9月份该指数反弹 扭转了一个月之前0.3%的下跌 10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9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 8月份产量稳步增长 主要是耐用品 资本货物 能源 和中间产品都上涨 格里尼致时间晚间9点45分 将要发布的是 新西兰第三季度零售销售 继前一个季度1%的增长之后 第二季度的数据出现令人惊讶的上涨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将于5月12点半 发布其备受关注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会议并没有改变货币政策 我是吉卡沃克 以上内容为 11月14日周一的经济之力 下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 周二的相关概述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